南北朝时中原连年混战 佛教弘扬佛法普渡世人造成佛教盛行一时 时有一神僧罗摩进宫为梁武帝讲解佛法十年 为方便进出宫尾自愿净身 等离开皇宫后潜心修炼 终于武功大成死后尸身不服 多年后罗摩一体被人从坟墓中挖出一分为二 岁有江湖传言 得到罗摩一体便可从尸骸中观摸出罗摩的内功心法 炼制大成甚至可以断织从成无所不能 再多年之后到了明朝 江湖上有一个名为黑石的杀手组织 组织首领转轮王武功聪玄 以致人道巅峰 想要再上一层楼就要另辟他发 于是也想到了罗摩一体 这一天当朝首府张海端获得了罗摩一体的上半身 转轮王马上率领精锐扑杀而来 他手下有三个顶尖杀手 第一名辟水剑细语儿 一剑女流一把辟水软剑 配合辟水剑法让人防不胜防 第二个霹雳子雷斌 浑身上下从头到脚全是暗器 双手双脚能截标 双手双脚能打标让人防不胜防 第三个民间杂耍师傅采气师 浑身上下斗士幻术也能让人防不胜防 精锐清朝出动 击杀张海瑞自然不在话下 就连妻子朝中第一剑 先官张人凤也立战而亡 混乱之中不知出于何等居心 细语儿竟然偷偷抱走了半具罗魔遗体 等转轮王发现已经为十一万 他随即发布了江湖通杀令 谁若杀死细语 可以得到黑石赏金十万 细语的存款八十万 以及罗魔遗体 许多黑道高手闻风而动 对细语儿围追堵截 可惜没有人敌过他的避水剑 并且在不久之后 细语儿就失踪了 其实在那一晚 细语儿裸走罗魔遗体时 是准备交给转轮王的 可是半路上遇见了一个俊俏和尚 和尚名为陆主 戴发修行 乃是少林寺四十年来的 武功佛法第一人堪称佛子 佛子纠缠细语三个月 不让他把遗体还回去 顺便想要用心感化这个女杀手 但三个月相处下来 不仅没有感化 还把自己陷进去了 两个人竟然暗生情愫 陆主知道这样下去可能不行 堂堂佛子 要是跟一个女杀手生了孩子 那还了得 于是便谎称自己要出家了 出家前便指点 屁水剑法的四处漏洞 陆主手持一根铁筷子 与细语动起手来 只是四肢便让细语处处收治 等四处漏洞指点完 陆主又飞针攻向细语 细语慌忙之中挺剑反攻 一剑将陆主捅了个透心凉 原来这是陆主故意撞向细语的剑 他决心以死感化细语 临死之前 他希望细语能将罗魔一体 送到南京云河寺的寄宫活佛那里 不要再让转轮王在江湖中掀起 兴风谢雨 啊我死了 咱们长话短说 死去南京路途遥远 细语一定会遭到大批人马的阻拦 于是他先找到了江湖诡异 离鬼手 整了个容 三个月后 细语赶到南京城外的云河寺 安置好了遗体 并给自己立了一个坟墓 抑郁着与自己的过去告别 从此之后 细语只是一个平头百姓 每天在街头卖卖部 赚点钱吃饭交房租 话说在城门口 有一个送快递的小伙子 名叫江阿生 跟细语在一个房东大妈这里租房子 慢慢就喜欢上了细语 夏天南京雨多 像细语这样在街头卖部 最怕下雨 刚巧每次下雨 江阿生都很巧的赶来帮忙收衣服 细语当然明白江阿生啥意思 但是他已经对情爱不感兴趣了 一来二去细语被烦得够呛 便找人揍了江阿生一顿 可被打得鼻青脸肿的江阿生 还是要来帮细语收衣服 这让他感动不已 但是他因为自己的过去 不敢相信爱情 于是便去求技工的开刀 技工叨叨叨叨叨的说了一大堆 意思就是短发女人 也可以性感和可爱 人山又人海 别错过那一份等待 试一试去爱 伤害也比悲哀来的爽快 于是细语和江阿生就结婚了 俗话说的好啊 贫贱夫妻百事爱 小两口没什么文凭 工作不行 生活困难多 江阿生以前是送快递的 攒了十五两银子 存在大通千庄 这天细语两口子 刚来大通千庄取银子 不成想遭遇了黑道中人 劫掠大通千庄 细语为了不暴露身份 也假装被点住了 杀手们抢完之后 决定杀死在场的所有人 细语为了保护丈夫 不能再隐藏了 你们都给我滚一边去吧 这些青皮 哪里是杀手界一姐的对手 三下五除二 被细语打的哭爹喊娘 他为了防止自己被人认出来 捅瞎了所有杀手的眼睛 回家之后 细语正想着怎么跟江阿生解释 可江阿生却说 以前你是干啥的 我不管 现在你是我老怕 黑石组织这些年来并不太平 细语走了之后 找了个新杀手 叶战青代替细语 然而在江湖各处的黑石要员 被人杀了好几个 最近就连黑石的会计 都被人给杀了 钻轮王属死有染到心 钻轮王也得知了 大通钱庄出了这档子事 过来亲自探查 这一查了不得 通过击败那些杀手的手法来看 这不就是我徒弟细语吗 原来他就隐藏在南京城内 一只穿一件千军万马来相见 当晚黑石三大杀手雷斌 采戏石叶战青拍马赶来 以黑石组织的势力 想在南京城找一个人 简直易如反掌 很快隐藏起来的细语 就被找到了 而细语也在大街上 看见了雷斌 直到单位领导要来找他谈话了 细语回家之后 先用弥香弄晕了江阿生 到了晚上 原段位的同事全来了 转轮王话不多说 交出半句罗魔 就可以让你过退休的小日子 不然的话 你们老两口都得死 细语直到转轮王说话 不开玩笑 为了保护丈夫的安全 他果断同意了这个要求 说起来他也没什么可损失的 为了半句尸体 死了丈夫可不值 黑石已经得到了准确的情报 另外半句罗魔遗体 在青子双剑手中 过两天 他们就要与大通钱庄的老板交易 细语雷斌采戏石 三人的任务 就是在他们交易的时候 抢夺遗体 并且细语要带上 他身上的那半句遗体 到时候把两句遗体一接上 估计三龙就会出现了 咱们书说简短 很快紫星双剑 进入大通钱庄交易 钱庄的老板 虽然富甲一方 但是个半身不随 他想要得到罗魔遗体 让自己的双腿 恢复健康 从而直立行走 可就在交易的时候 哪成想紫星双剑 拿来的遗体是假的 他们是来骗 钱庄老板那半句遗体的 紫星双剑都是高手 不一会儿便杀死了 钱庄一伙人 掠走了下半部遗体 螳螂捕蝶黄雀在后 彩戏石一出手 便将剑客给弄死了 这么多年 累了一身病 还没有医保 这要是给了领导 自己有啥好处啊 不如独占罗魔遗体 练成神功后 治好自己的一身病 顺便称霸地球啥的 也不是不可 这时候转轮王赶来 彩戏石放话 我一人比活不过你 雷斌细雨 咱们三个联手 弄死转轮王 从此咱们就是黑石的领导了 到时候还不是 吃香的喝辣的 花锅酱打辣的 细雨一听 谁跟你们搞这事啊 他果断放下了 自己身上的半部遗体 你们自己看着办吧 爱咋玩咋玩 我这就走 细雨想走 却被夜战青拦了下来 夜战青一直不满 自己是细雨的替代品 所以处处为难他 他想要证明自己比细雨强 二人用的都是屁水剑法 但是细雨用的是屁水软剑 而夜战青是硬剑 两人不由分说 便斗在一起 彩戏石抽出附魔双刀 他也不嫌活属性的双刀烫手 与转轮王长剑站在一起 雷斌则站在原地 一动不动 他的想法令人难以捉摸 且说彩戏石的术法 是细法与武术的结合 招式变幻莫测 双刀烟火缭绕 当真防不胜防 可转轮王长剑更猛 稳扎稳挡毫不划哨 几个回合下来累的彩戏石 气喘吁吁 此时雷斌还在观望 彩戏石眼看打不过转轮王 雷斌也指望不上 只能翻墙逃跑 可雷斌突然出手 长袖一甩 便让彩戏石没了退路 彩戏石马上又施展 自己的神仙所绝技 这通天神仙所一旦施展 就相当于开了一扇传送门 再下来的时候 说不上在哪个星球了 突然转轮王飞起来 将彩戏石从神仙所上挑落 从此神仙所的绝技 就此失传 彩戏石被解决了 转轮王亲自下场对战细雨 屁水剑法本就是 转轮王交给细雨的 几招下来便把细雨打成重伤 细雨只能硬撑那口气 逃回了家 回家之后细雨让家生赶紧跑 关于他的过去 全在云河寺 一个叫曾经的坟里 以后你就忘了我吧 再找个好看的姑娘结婚 说完细雨便晕倒在地 无名小生送快递的江阿生 毫不慌张的将细雨抱上了床 然后吃了一份豆皮 差不多填饱了肚子 他从屋子的地板下面 取出了一把长剑 许久不曾动剑 老火急着顿了 不多时雷斌夜战情 与一众杂兵包围了屋子 本来雷斌还想装一下 让家生跪地投降 但当他认出江阿生的剑时 他慌了 江阿生手中的剑 名为参刺剑 是一长一短两把双剑 此剑来历诡异 无人知晓 但他曾是朝中第一剑 先官张仁凤的兵器 张仁凤不是已经死了吗 难道江阿生就是张仁凤 此前一战 先官张仁凤 独占黑石三大高手不乱下风 只是为了保护不会武功的父亲 才奇差一招 现如今雷斌一想到 自己要独自面对张仁凤 腿肚子难免钻金 再加上叶战青也不管用啊 你以为先官的名号是瞎吹的吗 吐鲁鲁雷斌的暗器动了 杭家一出手 编织又没有 他的针四方四垫四垫 但张仁凤的剑更快 叶战青连招架之力都没有 雷斌好歹甩完了自己的针 张阿生一剑挡了进去 雷斌阵亡 叶战青倒是腿快 腹上逃走 江阿生既然已经动手了 那就没有什么可隐藏的了 第二天皇宫内 他找到了民阵江湖的转轮王 居然伪装成了一个 普普通通的酒品送信太监 其实这里也有点道理 平时送信能够接触 各地官员的各种秘密 所以黑石才会在江湖中无所不能 要说江阿生是怎么找到这里的 之前黑石那些神秘死亡的高层药员 以及会计都是被他干掉的 所以他得到了转轮王的身份 也属正常 江阿生对转轮王说 你房间里的罗蒙一体被我拿走了 想要取回罗蒙一体 明天晚上来云和寺 咱们一对一白头 咱们说回张仁凤的身份 当初被黑石高手联手击杀 剑斗刺激了心脏里 为什么还好好的活着呢 因为人家的心脏不在左边 主角的心脏瞎他妈掌 你就是找不着 不仅没死 他还找到了李鬼手整容 这李鬼手也是够厉害的 哪天也给我整一整吧 江阿生香重伤的细雨 送到了李鬼手那里疗伤 他虽然跟这个女人睡过觉 但一直不知道细雨的真实身份 那么在决战前 他想看看自己的妻子 到底是谁 不看不知道 一看气里响尿尿 这不就是当初杀了自己全家 还闹了自己一剑的女杀手吗 缘分哪 真他妈难以让人琢磨 另一边细雨在李鬼手的诊所里 养好了伤 赶到云和寺 虽说细雨是自己的杀全家仇人 但我们毕竟有了夫妻之实 江阿生骗细雨说 自己其实一开始就知道他的身份 自己娶细雨也就是为了报仇 我跟你结婚可不是缠你身子 他这么说 当然是想赶细雨走 决战就在眼前 能活一个就活一个吧 哪知道细雨反手 啪地下点坐了江阿生 还给他服了假死药 细雨知道江阿生的心脏不在左边 于是又用短剑插在了江阿生的左胸 这左胸也太倒霉了 细雨要替丈夫去与转轮王掰头 他不是为了赢谁 只是想赎罪 转轮王来到这里 一看江阿生已经死了 那么从此江阿生也就安全了吧 并且细雨还告诉了江阿生 自己的存款80万 就在家里的地板下面 你以后就用这笔钱再娶个媳妇吧 娶个漂亮点的 另一边且说 叶战青去找转轮王聊场 聊着聊着两人就来了店 这一来店可就坏菜了 叶战青突然发现自己的大领导 转轮王居然是个太监 太监咋了 那太监只是暂时的 罗蒙也经过身 但是那遗体咋是完整的呢 这说明罗蒙的内功 可以让咱遇根再造 咱一直心心念念寻找遗体 你以为是为了无上神功呢 别而去 咱就是想变回男人 转轮王做了这么多 就是想变回男人呢 你可滚一遍去吧 一点都不可学 叶战青是一个唯物主义战士 也不听他解释了 拿了钱就要走 我还是找别的男人吧 估计你不行了 不行 转轮王最恨别人说自己不行 叮叮光光就把叶战青给捶死了 画面一转 富有绅士风度的转轮王 来到云河寺附约 细雨虽是高手 但是跟转轮王比就差上太多了 毕竟功夫都是人家教你的 肯定打不过呀 再加上转轮王内功强劲 不出几招 细雨甚是狼狈 就连避水软剑都脱手了 转轮王捡起避水软剑 教你避水剑法的时候 藏了一丝 我还是让你在死之前 看看完整的避水剑法吧 这丝细雨看见了 躺在一边的江阿胜 以及他身边的参差短剑 突然想起来 当年路主指出了 避水剑法的四处漏洞 当时路主用的就是短筷子 参差短剑也是短的 难道短的才能克制软的 这下细雨突然来了底气 抽出江阿胜的短剑 就笔划起来 而对面的转轮王 也配合的用起了避水剑法 嗖嗖嗖 一瞬间细雨的功夫 好像升了好几级 几招下去 便重创了转轮王 这时候有些不懂事的 小朋友就要问了 为什么转轮王眼看着 避水剑法被克制 他咋不用别的剑法呢 那是因为避水软剑 只能用避水剑法 所以转轮王自己装那笔 硬着头皮也得装完呢 细雨拼死重创 转轮王时一处 转轮王就这样 在一脸懵逼中 事事了 至死都没有回复 完整的男儿身 嗚呼哀哉呀 第二天天一亮 江阿生醒了过来 他烧掉了罗蒙遗体 带着细雨离开了这里 几百年的遗体之争 到这儿总算是完事了 这个故事告诉咱们 什么道理呢 那玩意儿又是好好的话 你咋他个哈呀 咋完了还想让他长出来 玩儿尿 好好珍惜啊 别瞎整整坏咯